我发现这次来比上次看就精明了很多 真的吗 是不是瘦点了 对 瘦了点 累什么呀 有点累 排练在学校 排什么呢 作业嘛 作业就是 肺脑子 然后就影响食欲 然后就影响发育 然后就开始掉头 影响食欲我理解 影响发育是什么意思 就是吃的少了 就不长个儿不长肉了 那叫影响体型 哦 像你就没有什么太打压力 隐银炮 来自北电的威胁 就影响发育了你 在你来之前 他们两个一直在 挤育里 是 还是不是 是 然后人不能这样 我跟你说不是咱俩 咱俩一般的对吗 你平时我什么样 所以当着面在一般里 坏话不好说 只能在外边说 你也没有 听见没有 我是好人 他们还说你像个女孩 说杀青的时候 你哭得跟崽猪似的 而且在组里边 上菜晚了你也哭 这真是我介绍 我老师不可以说 我来问一下 月云床 是不是他们俩做的 我是这个 放屁 你也是要放屁 他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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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长大的小伙伴 又是同学又是同行 在你不在的时候背后这么说你 我觉得不合适 我觉得 我们逐条的来批驳一下好吗 好好好 上菜晚了哭是因为什么 你真没说 我没说你先做了的事 那可能应该是因为饿了吧 那么就说你干过这种龌龊的事 没有 我不会对这种龌龊的事 饿了也不能 哭过吗 哭 杀青的时候 像他们所说 确实是哭了 为什么是你先哭的呀 因为我是一个 相对而言 更加重感情的一个人 说得好像我们俩很冷血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事不要紧 让他先说 然后待会咱们再反驳 就我今天是一个就是 特别那个感性的人 我看不了别人那种特别 怎么说呢 看不了别人哭 看不了别人哭 然后呢也看不了那种特别 悲惨的场面 压抑 看不了非常那种激动的场面 对大伙都哭才算悲惨的场面了 但是我看大家的表情和眼神 都非常的凝重了 你先说我先来吧 早来晚来都是来 那我就多多哭点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而且他们说你不光杀青的时候哭 平时没事也爱哭 那不能 这没好啊 应该没有 他不承认 这个事不承认 你刚才说那不 那事也够上 那不 那这么回事 因为我放屁从来不出声 你还是他 你还是他 我说什么 臭的 对啊 你不要放 你坐在哪啊 一会儿他走着一动 尤浩然 人家不承认 那说明就是你的事了 啊 是吗 我肠胃挺好 从来不会 一般都是打嗝 往上 打点嗝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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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点事儿呗 是吧 那哥儿反正也没理性 行了 行了 我们已经排除了 这个解释不清楚了 三个人都不是啊 那就是高亚林她们这 那故意就是她了 我一会儿会给她打电话 说这个事 那也 你说杨几岩那时候 那也没问题 对啊 跟我没关系 你说谁 对啊 不知道吗 三个都排除 就还剩两个了 那就蔡丁可吗 谁赢了就是谁赢了 对 你们这家人为个屁能打中 这还有什么大事 能让你们来办的啊 嗯 小岳 韩兴波说是你 这事儿算个屁啊 哎呀 大老爷们啊 对啊 谁爷们啊 我放俩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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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送人 这个满一送一啊 对啊 对啊 对啊